行業科技真的講也講不完 不過來到這一集的煩煩都有Tech 一定就要講講這一種科技了 無論什麼行業都會適用 而且不可以不用 Francis 你應該猜到是什麼 你一定是想講資訊安全 的確是的 無論什麼類型、規模、什麼行業的公司 來到數碼年代都應該加重投資資訊安全 因為一個不小心被黑客攻入了 拿了一些公司或者客戶資料 那就相當麻煩隨時損失慘重 其實很多人都心存僥倖 想著黑客不會看中中小型企業 就以為不關自己的事 但其實香港公司被黑客入侵 或者攻擊的事件都是有發生的 例如有網絡平台在今年一月底 就發現電腦系統出現可疑活動 有小部分客戶資料外洩 當中涉及帳戶登入資料 地址、聯絡電話和社交平台資料等等 這次幸好沒有洩漏信用卡資料和訂單內容 其實過去還有很多案例 最震撼莫過於2018年 國泰航空外設940萬名乘客資料 最後被英國政府罰款50萬英鎊 之後再出了一份40頁報告解釋事件的來龍去碼 另一宗記憶猶新事件 就是2021年1月中 牛奶公司受到黑客組織的勒索軟件攻擊 內部網絡部分電腦和市服器遭到加密 有傳黑客勒索兌額贖金 受事件影響 香港如家家居全線分店停業一天 到第二天都是只能回覆部分的業務 你說是否大件事是否損失慘重呢? 近年企業已經意識到資訊安全的重要性 或多或少都有增加相關措施的投資 不過投資成效有多少呢? 安全方案又是否有足夠的保護能力呢? 對管理層來說 對著一大堆的報告似乎都是很空返 其實得知公司的網絡安全現狀又相當重要 因為現在不少公司在選擇合作夥伴的時候 都要求對方提交網絡安全認證來保障雙方 另一方面 企業在實施ESG 申請ISO認證等等 都有機會涉及到資訊安全 那怎樣交出理據呢? 就成為企業面對的挑戰 管理層想知現有的網絡安全狀況 透過我們的資訊安全評級 Security ratings服務 就能夠以最簡單的評分等級 知道網絡安全的水平 這個評級 由我們Security scorecard 以第三方獨立公司 不偏不倚幫企業做評估 可信性和可靠性都無容置疑 簡單來說 我們的服務主要根據企業的IP位置 公司域名等等的資料來源 分析和發現所有相關的安全措施 了解網絡安全狀態 再以A至F劃分等級 等各界一體就明白公司的資訊安全水平 拿到A的公司 如果有一分的機會被黑客入侵到 而得到F級的公司 相比A級的公司 他們被入侵到的機會率 就會高出7.7倍 這個評級對外就是信心保障 對內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網絡安全環境 有不足就要加快改善 提升安全水平 Security scorecard的資訊安全評級 和傳統的評估工具很不同 絕對不是一次的評估 而是一個持續的服務 每天實時監察著網絡安全水平 讓企業可以長期保持最佳環境 長期有良好的安全信譽 全球十大藥物企業 銀行和電訊公司當中 已有9間用上Security scorecard的服務 可見Security scorecard的服務 在各界已得到認同 而企業在不需要安裝 只要簡單的訂閱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服務 為了推廣安全資訊評級 我們亦設有免費版本 希望更多企業受惠 擁有一個高度安全的網絡環境 企業逐步走向數碼化 公司內或多或少都會有客戶個人資料 甚至公司的機密產品設計 和發展藍圖等等 現在全球保護個人私隱法規 越來越嚴謹 企業在資訊安全保護和防禦上 真的不能鬆懈